罗依宁 是你想害我家宣哥 是不是 明明是你想害三哥 怕三哥考得比宣哥好 让你们在罗府没有地位 你胡说 我没有 我们宣哥是最好的 你别以为 在三哥的东西上动些手脚 我看不出来 之前我在别院的时候 也听说过不少这样的议问 我明明指动了 林海如给三哥的东西 根本没给宣哥 放什么塞纸条的蜡烛 是你放进宣哥考栏里的 想陷害宣哥 你承认了 你好大的胆子啊 父亲 我没有 爹爹 宣哥每日只知道读书写文章 这些事情都不是他准备的 那是谁干的 海如啊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吗 是啊 所有的备烤物品 我都是在往楼阁买的 但这蜡烛不是往楼阁的 我一共备了三份 除了他们俩的 还有帽哥的 笔墨 纸燕 吃得用的 一模一样 我可没有私心 但就是有的人觉得 我准备得不好 不想用 所以非要自己准备 这可丢人现眼的东西 我罗家的情欲差点因为你而惠语一旦 爹 爹 爹爹 宣哥 不知情的 不是他做的 他不会做 你近日来 今生好活 学业推不甚多 我考你功课你屡次都打不上来 最后 你在手心里打小臭来应付我 我警告过你 罗玄远 你死不悔改 我看啊 今日 你也别考了 来人哪 把他给我拖到敬堂 假法伺候 爹爹 这件事就是我做的 吴剑 你为何这样做 都是我的错 我自以为是 是为了宣哥着想 宣哥诚然不知情 爹爹要罚 就罚我吧 爹要怎么罚我都成 千万别因为我 耽误了宣哥的考试 你母亲给你准备的物品啊 在 在房里 拿上的 给我去考试 若考不上 你就别回来了 还有你 给我去敬当跪着 宣哥若是不重 你也别起来了 因为是 业绫 我 我走了 你说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 那不是早就知道了是吗 对啊 对了 你前阵子怎么突然到公主那儿做客了 对了 那个韩昭 你还记得吗 他居然是公主家的郎君 他是公主家的郎君 我跟你说这个干吗呀 叶秀 我之前之所以跟我姐那么说 是因为有人嫌我们商骨身份低微 我业实情节就口无遮拦了 我不是故意要针对你的 我真的知道错了 林茂呢 这又跑哪儿去了 那我考完试就来找你啊 你不要生气了 我走了 算了 文昌帝君也救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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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什么东西 你还是心软 宣歌终究是不知道 盘穿苦毒 三年一世 我也不想真的毁了他 罗一连虽然心底不纯 但脑子笨 他那点小把戏还是瞒不过你 他若是不招惹 我也不会生事的 可若是连累到你 我也不会放过他 我睡了 去吧 好好扛 知道了 知道了 对了 三哥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差点忘了 快 快过来 来 三哥 快折一只 太好了 三哥这次必能折柜 有心了 替我收好 我先进去啦 罗一宁 是你想害我家宣歌 是不是 明明是你想害三哥 怕三哥考得比宣歌好 让你们在罗府没有地位 你胡说 我没有 我们宣歌是最好的 你别以为 在三哥的东西上动些手脚 我看不出来 之前我在别院的时候 也听说过不少这样的异问 我明明只动了 林海如给三哥的东西 根本没给宣歌 放什么塞纸条的蜡烛 是你放进宣歌考栏里的 想陷害宣歌 你承认了 我这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你 你还串通了林海如 故意提出让爹爹检查 是不是 你总觉得是别人在陷害你 害人中害己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自由啊 六舅舅嘛 三万事 考了三天你就不累嘛 累什么 我现在简直感觉在世为人 今天今朝有九星朝醉啊 六舅舅考得不错 关你什么事 考不好就考不好我认了 我不作弊 舅舅 马车在那边 走了 我们走